好是從剛剛看到的是喔 事實上喔 美日高峰會在進行的同時 奧士丁事實上也在國會回應 中國的威脅 以及美國事實上喔 有能力軍事捍衛台海和平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 美國把這個中國視為是首號敵人 這個態勢非常明顯 剛剛我們看到說奧士丁 他在國會裡面來說的話 爭取預算的同時 他都說到台海的問題 那當然是面對中國的這個狀況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這幾天呢 岸田文雄到美國去訪問 那拜登也給他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算是給他國賓招待 那包括兩個又去吃了這個國宴 然後又去非常多地方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 兩個人的宣布的這個計畫 他們在10號的時候 宣布了這個70項的這個合作計畫 從飛彈的研發啦 然後到這個月球登月等等 各式各方面來說的話 當然剑指中國跟俄羅斯 那同時之間呢 其實目前為止 美國的政策非常明確 就是說他在全球的這個秩序 包秩序往中間 他把日本的角色提升的越來越多 所以事實上這次岸田跟拜登見面 不是只有談到台海 或是這個東亞的問題 他還談到的這個加薩走廊 以色列的問題啦 烏克蘭的問題 還有俄羅斯的問題 還有北韓的問題等等 那尤其是拜登在整個會議結束之後 他就說呢 這是我們這個美國跟日本這個從這個之前以來最大的這個結盟以來最大的這個升級計畫 那這裡面來說包括說我剛才不是說有70項嗎 包括說升級美國駐日本的這個軍事的指揮權 也就是說開戰的時候呢 可以跟這個日本的軍方更進一步的快速的反應 另外一個兩國呢 就是日本跟這個美國要加跟澳洲合作建立新的所謂的空中飛彈的這個防禦網 另外一方面來說的話 日本的太空人也要加入美國NASA的這個登月任務 所以我跟你講他們可以說是從地面到太空 全部都是全面合作的一個狀況 那尤其是日本這幾年當然態度一直不斷的改變 包括像和平憲法的改變 然後提高國防預算等等之類的 所以未來顯然日本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除了這個美日高峰會之後 緊接而來就是美日非 那美日非來說的話 三個國家呢在會後也發表了這個聲明 那這聲明裡面來說的話 當然又批評北京你在南海方面的這個蠢動 然後又重申了這個台海的這個 台海的這個重要性 尤其是菲律賓就說呢 這個中方呢 阻礙菲律賓在仁愛礁運捕的這個動作是危險 而且又是破壞穩定的這個情形 那當然啦 他們也重申了中飛的這個問題來說 在2016年的海牙國際仲裁 國際法院已經仲裁了 就該爭議性的這個海域裡面是屬於菲律賓所有 所以他們再重新這個 把這個立場再重新申訴一遍 因為美國目前為止跟菲律賓還有跟日本 都簽有所謂的防禦的這個協定 他這一次這個 這個拜登的重新重申說 釣魚台是在美日安保 美日的這個條約之下 那菲律賓的很多的這個島嶼也都在菲律賓的這個 這個保在美國的保護之下 所以等於是他這次重申呢 對於美國跟美國對於這個日本 跟菲律賓的這個立場 那你要講完沒多久之後 其實呢在這個月初的時候呢 美國日本菲律賓還有澳洲 才在這個地方進行聯合軍演 所以看起來的話 美國在南海的問題來說 他也是不會讓給這個北京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啦 除了這個美日高峰會 還有美日非的三方的這個會議之後 北京當然跳腳 北京第一個時間就開始說 我們堅決反對 這個尤其是針對這個台獨的問題 他們是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希望美國能夠落實到行動上面來說 當然就是老調從坦 不過美國對他的這個態度是沒有改變的 倒是在整個 因為菲律賓已經跟這個美日見面之後呢 最近呢又有新的衝突發生 這新的衝突在什麼地方呢 菲律賓在距離仁耐礁 這個90公里那個地方呢 有一個叫後藤礁 那後藤礁來說的話 菲律賓派這個水面艦隊到那個地方去 因為那時候有護雨的這個狀況 就沒想到中國的船隻就來了 而且中國船隻呢 還用這個水炮準備要攻擊你的時候呢 結果菲律賓的漁船 馬上就call了他們的公務船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呢 雙方都互相指責嘛 菲律賓說你中國挑釁 那中國也說你菲律賓挑釁 不過這個我們就看一下 後藤礁緊接下來的話 會不會變成是整個 這個南海的這個新的引爆點 好 那講完了這個美日高峰會 還有這個美日飛的三方會談之後 這幾天的時候呢 我們賴清德的總統當選人呢 他也在這個我們整個國內呢 見了這個前亞太助理國務卿呢 這個薛悦福 那薛悦福這次來台灣 其實他當然是代表了美國 這個這個表達美國的立場之外 其實薛悦福這一次來台灣 看了非常多軍工產業 那前幾天到了我們的漢翔 跟這個雷虎去看了 這部分來說 這次他來啦 根據我們得到消息是他準備要跟我們 國內的國防產業呢 談一些更多合作的機會 包括生產砲彈啊 或是無人機的合作啦 無人潛艦的合作等等 這些都都是未來的可能的發展的方向 好 那麼講到實質上在 這個世界 微中是一個傾向 一個趨勢之後呢 那這幾天當然了 這個馬英九回國了嘛 那馬英九回國的時候呢 就就有人問他說 哎呀你這次在這個會談的時候 故意講到這個中華民國啊 把中華民主講到中華民國 是不是故意的當然馬英九是笑而不打 不過國民黨立委馬上就說 他是故意的 那當然啦這個一定要這樣講嘛 因為就是表達說 我們是有把中華民國 那個放在這個表達的意見上面 當然但是呢 事實上蕭旭成的這次也說 啥字只是口誤啦 真的不是原本的這個劇本裡面 就是這樣寫的 不是說真的要講中華民國這幾個字 那另外一方面來說的話 蕭旭成表達說 哎他感受到這個習近平的這個和善啊 他說對我們這個學生的 這個所謂談話的時候 很溫柔很溫暖 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啦 目前為止來說話 其實兩岸之間的這個狀況 習近平或是說中方 失誤有意在520之前呢 就鬆綁是不是 陸克的這個狀況 那這某些程度 我們看這幾天台北股市 已經有在反映這個狀況哦 這到底是中國會不會在520之前 就鬆綁那這算是做個面子 給這個給這個國民黨來看嘛 那這個鬆綁時間 可能在520之後的這個海峽論壇 另外一方面來說的話 為什麼習近平這次會見馬英九呢 根據這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是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前一陣 這個在選舉之前呢 馬英九不是接過 接受了德國之聲的採訪嗎 他不是講到說兩岸的話 要相信習近平 我們必須要相信他 就聽說啦 這是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習近平跟他的核心 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深受感動 啊你果然是真的是 你就要相信我 好那我就叫你來 所以就 於是就邀請他到北京訪問 那當然 這是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啦 就是說可能習近平深受感動說 你看來是似乎是可以 兩個一起來談談的一個狀況 不過無論如何啦 這一次來說 的確就是習近平需要這個馬英九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的國際趨勢 就是美日美日飛 然後包括說很多國 美國的夜輪去的時候 又對中國不是很客氣 國際上都要包圍中國的時候 他當然需要一個突破口 那之後就把這個馬英九找來 我國際上我不是孤家寡人 我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台灣站在我這邊 但是無論如何 這就是一個比較宣示意味的這個成分 不過我覺得啦 台灣未來到底跟美國會多親近 我覺得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我覺得這還蠻有意思的 過去我們台灣最重要出口的地方 就是中國 但是在今年三月的時候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出口到美國是91億 然後出口到中國是79億 也就是說這是從2003年以來的 經過20多年來第一次見到就是 這個有另外一個地方的這個出口額超過中國 所以顯見在現在的這個氛圍 我們都說我們要親美還是什麼 其實如果你從這個經濟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跟中國的連結是慢慢慢慢越來越淡 反而跟美國的連結是越來越越深 所以我才說嘛 事實上目前的國際局勢來說的話 就是反正抗中已經變成是美國的主旋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 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在那邊 我來개를拍了 哦 sut